全台水勤吃井 原先预计年后启动的第二阶段限水 明天就要实施了 一般的民生用水虽然不会立即的受到影响 但是考量到汉向接触时间不确定 但是今天就已经成立了抗汉应变中心 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 还少掉五千多万吨 全台面临十多年来严重干旱 从26日开始 经济部就要实施第二阶段限水 台南市先启动抗汉应变会议 因应台南地区2月26日 就是明天将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本市成立旱灾应变中心 配合中央抗汉指示 统合了解区域各供水机关单位 抗汉资讯集作为 非供应用户 一千度以上的用户 我们减购百分之二十的水 那供应用户我们减购百分之五的用水 洗车用水什么那些 我们都把它减购掉 各机关学校也供体时间 运用方法节约用水 机关学校的水龙头隔座来关闭 也就是说两座水龙头只开放一座水龙头 假日下班之后就关闭非必要的水龙头 旅馆工会也推行环保标章 除了旅客续柱将不换床单 也会减少马桶水箱的承载水量 然后我们换了两瓶的矿泉水 那矿泉水啊一瓶是六百cc 那总共有一千两百cc 那放在水箱 水那个马桶的水箱里面 那水的再承量当然就是比较少了 那这就是省水 一般民生用水虽然不会立即受到影响 但考量到焊相解除时间不确定 赖清德人呼吁 每人每天只要减少三公升的用水 就能有效解水 新唐人亚太电视 石金旺台湾台南采访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